各位兄弟 这里是成都海鸥琴 欢迎大家收看海鸥琴 好音线技术 今天这一期呢 给大家带来的是 音色之王 Tonkin 这个音线显然必有很多情有听过 也有很多的情侣呢 没有听对吧 它是以它的一个 轻音而著名的一个音线 非常的好听 非常的晶莹剔透的声音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会用不同的吉他 给大家呢 做这个音色上面的一个展示 接下来呢 请说我们的嘉宾 就是吉普森的 雷斯科莫菲实验室 超重度做旧 然后加上一只 Fender的 MB的 1963的一个PW 大师制作的一个MB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先给大家 来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音箱 它有哪些功能 可以实现这么好的音色 对吧 我们就一起来先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音箱的背面 一些什么玩意儿啊 从下往上说 最下面是电源的嘛 这个都懂 电饭包线 这是个保险 就是万一哪天你的音箱没有动进了 后面是保险烧了啊 这是Power 电源开关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Standby 这个你都懂 玩管箱的都懂 这个是脚踏板开关 Foot Switch 这个是那个功率衰减器啊 有不同的模式 你爱怎么衰减怎么衰减啊 反正我都是全开 好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 好 我拿个破琴给大家示范一下啊 还有两个动啊 一个是high 一个是low 它就写到两个字母啊 就是high 这个是low 我一般都接high啊 high跟low 大家应该都懂啊 都玩这个音箱了 不可能不懂 然后这个是volume 音量 这个是tone 跟琴 那个琴上面 tone一模一样的部分 又往这边越亮了 好 这是它的三种音色的选项 也可以说它就是模拟了三个音箱嘛 这就是节奏 可能是那个芬达 最近的那个tune的 这还有一个诅咒的那个音色 这是一个混响 这个混响可牛逼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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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燃色特别 然后最后一个 这个是那个混响的那个 那个衰减时间啊 这个玩效果记得肯定都懂了 我也不给大家说了 这个灯非常的好看 好 完了 现在交给何老师 好 现在我们整个音箱呢 就已经了完了 看完了 最重要的时刻来了 就是我们把琴接起来 然后让大家慢慢一起听起来 这种顶级的分等 和顶级的 Gibson 在tonking上面 会有什么样的经验表现呢 接下来一起来 看一看 听一听吧 这种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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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